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阿布迪弗卡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那么今天俄军沿H20高速公路现在在阿布迪弗卡方向继续向北推进 并控制了毗邻的乌军多处防御攻势 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俄军在阿布迪卡方向出动了特巴林BV 而且坦克上方加装了无人机打击的防御网 这是在阿布迪卡方向进行这种巷战的画面 另外在阿布迪卡方向俄罗斯方面还发现 乌军增加了第47旅的部队 目前该旅的装备已经进入到阿布迪卡战区 也就是说乌军现在在阿布迪卡方向进行了增并 除此以外在阿布迪卡方向还首次发现 美国的阿布拉姆斯坦克在阿布迪卡方向作战 这是最新的消息 阿布迪卡方向出现了美军的 阿布拉姆斯坦克 这是作战导视频 阿布拉姆斯坦克它实际上出现在阿布迪卡方向 根据俄罗斯方面判断 阿布拉姆斯坦克现在实际上能够满足在战场的要求 因为阿布拉姆斯坦克它的总重量要比巴尔要重 而且它的很多装甲包括它的很多的作战的性能是要优于巴尔坦克的 但是美国现在并不急于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阿布拉姆斯坦克 只提供一个营 那现在这个坦克已经进入阿布迪卡方向 我会持续关注未来美国的主战坦克和俄军作战的最新消息 这个实际上也是目前人类历史上 苏联解体以后美苏冷战以后美苏坦克首次正面交锋 俄罗斯的特巴林和这个阿布拉姆斯坦克 要在这个冬季在阿布迪卡进行这种巷战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个画面是乌克兰昨天增兵的第47旅部队 在阿布迪卡方向与俄军作战的一画面 乌克兰昨天第47旅的第4连连长叫梅尔尼克 接受美国ABC采访 他谈到了乌克兰的反攻中失败的原因 他被炸断了一条腿 所以他现在在后方进行救治 他说军事指挥部的计划是错误的 俄罗斯军队被乌克兰方面以及西方方面低估了 乌克兰第117旅的士兵告诉媒体 西方的武器援助缓慢 这给俄罗斯修建防御攻势提供了时间 那现在反攻已经陷入停滞 基辅很快将会受到压力 美国正在迫使基辅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泽连斯基的目前并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 昨天俄乌战场实际上因为天气原因 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下起了暴雪 包括克里米亚也出现了大的飓风 封锁了整个克兰海峡 那么现在呢 阿富蒂卡方向的情况呢 根据现在俄罗斯在前线的记者发回的这个报告 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 25号晚 俄罗斯突击部队完全占领了阿富蒂卡南部工业区 乌克兰部队呢 自2014年以来呢 一直控制该地区 好疑问 俄罗斯的士兵呢 这一次突破是一项壮举 但阿富蒂卡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阿富蒂卡的工业综合体过去 现在仍然是乌克兰武装冲突的重要象征 近十年来 只有狙击手才能从顿尼斯克一侧 看到这堆钢铁管道 这些年来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用混凝土填充了以前的车间和仓库 军事工业区不断补充和重建 该地区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然而最近几天 由于俄武装部队的进攻 位于工业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失去了联系 在掩体中被消灭 指的就是温压弹 在封闭空间中温压弹是非常有效的 到了最后一刻 整个防御区只剩下两个地下室 其他人干脆撤离市区 敌人没有预料到俄罗斯武装部队会在这个特定地区发起突然行动 因为这个方向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 基辅认为俄罗斯军队在阿尔格洛夫卡地区的计划是覆盖整个防御地区 整个射防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开始向侧翼调动增援部队 以防止穿过奥尔格洛夫卡 以防止俄军穿过奥尔格洛夫卡和奥切雷蒂 仍在运行的补给线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乌军在两侧进行增援 但是忘记了正面阿尔格洛夫卡正面堡垒区 经过了八年七八年的防御 堡垒区有大量的坚固的攻势 所以认为俄军不可能从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所以将增援部队部署在两侧 就给了俄军机会 俄军发动了突袭从正面攻击你 这是乌克兰没有想到的 与同时呢 所有指挥部和支援部队都从阿斯卡方向撤出 重型火炮装备几乎被转移到康斯坦诺夫卡 在毗邻的利交桥 利交桥方向就指的是这个红色 这个区域 连接敦尼斯克城市群与戈尔洛夫卡 以及卢干斯克的主要道路的交叉点 这些年来呢 正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工业区的行动 沿这条高松路的行动一直受到危险 这种复杂的物流 人们完全无法沿着最短和最熟悉的路线 前往卢干斯克 并进一步前往俄罗斯 距离顿尼斯克仅6公里 工业区覆盖了炮击该式的乌克兰炮兵阵地 以及在西诺瓦塔亚和戈尔洛夫卡 乌军的防线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还不是决定性的打击 乌军现在将撤退到下一个填充混凝土的防御阵地 当然工业区比以下阵地更适合长期防御 但俄罗斯武装部队也需要时间来重新巩固核心的集结 乌克兰五周密的下一个防御阵地 是位于巴耶夫公墓后面的工业区的东北部 这是一个设防高度集中的区域 围绕所谓的SNT度假村以及私人建筑 他们必须被赶出这里 在可能失去这个阵地后 敌人将撤退到多层建筑区 长期遭受俄罗斯空军和炮兵大骨膜袭击的西米克威地区 将成为乌军的重要防御阵地 同一个地区覆盖了阿布地卡以西的所有空旷地区 因此占领工业区本身并能保证直接向阿雷卡快速而果断推进 乌克兰武装部阵现在在该市整个要塞地区的阵地明显比巴赫木特时要差 但阿尔吉莫夫斯克的防御攻势明显要更好 那里的距离也大致相同 约10公里 阿夫提伊夫卡是一座沿铁路延伸的长条形城市 郊区有两个工业区 那与同时呢 俄罗斯武装部队保留了改变进一步推进战术机会 从不同的方向突击行动到两侧施压以包围整个防御器 这种可变性阻止了乌军部队建立更有效的防御 例如目前俄罗斯武装队继续从科科索西姆 直接将控制区扩大到西北穿过铁路 并确保灰堆也就是煤渣堆靠近建筑围栏的建筑 那在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署在阿特卡附近的 大量乌克兰武装部队预备队为何效率低下 至少有五个旅被调往这里 并从扎布洛方向撤出 此外所有这些预备一部队都代表着一支非常疲惫 且缺乏积极性的群体 而在巴赫木特乌克兰武装备拥有数万名 积极性非常高且非常有活力的战士可用跳践 那顺便说一句阿特卡驻军的总数估计各不相同 最合理的数字是11000到15000人 包括外部和补给线附属的炮兵 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保留运输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能力 那么不早于几个月就可能谈论完全攻占阿特卡 因此阿特卡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 当然除非前行攻势闭合并且防御区被完全包围 这也是可能的 但乌克兰武装备所有后备力量目前的目标是竭力遏止俄罗斯部队的进一步攻势 因此占领阿特卡要塞东南端的工业区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战略上令人激动的成功 但这并不是打开通往阿特卡更远西方道路的钥匙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素 这是昨天俄罗斯媒体在阿特卡前线发挥的报道 简单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从现在整个阿特卡情况来看 乌军现在实际上将很多的部队都调往阿特卡 但是因为地区的狭窄 很多部队没有发挥出优势 所以乌军现在向后撤进入到阿特卡的核心区 这个核心区也进行了钢筋混凝土的浇灌 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一个堡垒区 另外也将阿布朗斯坦克部署在阿特卡方向 也说明乌克兰在阿特卡方向没有后撤的想法 未来阿特卡方向还是俄乌战争最关键的一个争夺点 因为如果控制了阿特卡 红军村大门就打开了 这片区域内没有更多的堡垒能够防御 所以阿特卡是最重要的防御区 如果失去了阿特卡的话 沿H20公路大家看到吗 到北部康斯坦的诺夫卡这条东道就打通了 戈尔诺夫卡再到巴亨的南部地区 就被俄军完全控制 那么打通了H20公路 红军村它的补给线也就被切断了 大片的顿尼茨克宪法边界将没有乌军能够有效的进行防御 因为这个地区是田野 只有工业区进行有效的防御 所以阿特卡对俄乌来说都非常重要 另外在扎布洛前线奥利霍方向的俄罗斯方面 今天也公布了最新的情况 俄军发现拉伯蒂诺方向 乌军在巴哈姆特方向的第42旅的炮兵 从巴哈姆特方向返回到了拉伯蒂诺 也就是说现在在拉伯蒂诺方向 阿特卡方向的部队正在后撤返回奥利霍 特别是炮兵 那俄罗斯方面判断不排除奥利霍方向 未来可能会成为新的进攻的重点 因为现在从巴哈姆特 以及从阿特卡方向都有部队向奥利霍方向集中 所以也可能是乌军准备下一步 在阿特卡方向以外 特别在奥利霍方向发动新的攻势 这是今天在阿特卡 以及在奥利霍方向的最新情况 现在乌克兰境内特别是南部 以及顿捏斯克方向 因为这个暴雪 下暴雪 另外克里米亚有刮飓风 它是地中海气候 所以冬季一般是 克里米亚方向 天气 非常难以预测的一个阶段 所以克里米亚海上的行动 包括空中的行动都有减少 乌军未来几天 不会对克里米亚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 特别是无人机 所以整个克里米亚以及南部地区 更多要在陆地上进行这种阵地战 所以不排除未来奥利霍方向会启动 我会持续关注 未来阿富低卡和奥利霍南部地区 整个战场的情况 现在来看美国还有乌克兰 他在整个阿富低卡方向作战 主要还是防止俄军突破阿富低卡防线 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导致红军村包括康斯坦努诺夫卡 整条防线崩溃 我觉得俄军现在也在阿富低卡方向 来应对阿富低卡的攻势 首先我觉得俄军会大规模使用温压弹 因为在封闭空间 特别是钢筋混凝土胶住这些楼体 很多居民楼被完全用钢筋混凝土封锁 就是建立堡垒群 但是使用温压弹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封闭空间氧气有限 如果使用温压弹的话 俄军能够很快突破这个方向 未来大家可以看到阿富低卡方向 可能会成为欧洲最大的巷战工业区 也就是在马里波尔巴哈姆特以后 再次出现绞肉机 我说过巴哈姆特实际上打了9个月 巴哈姆特死了小20万人 就死在这个巴哈姆特 那现在看阿富低卡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角肉机 也会成为新的乌克兰年轻生命的收割机 这个巷战会非常残酷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继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